我們從早上的四點出發 是 然後五點 我們去採蘆水 對 然後剛剛去吃牛肉湯 對 一整天的忙 但有趣的地方在哪邊 他們 他們 六點開始作業到現在 所以他比我們辛苦太多 而且現在其實天氣滿熱的 太陽滿炎熱的 這邊要抓台灣雕 台灣雕又叫什麼 台灣雕 不知道耶 吳郭魚 喔 台灣雕就是吳郭魚 對 因為吳郭魚咧 但是大家覺得好像名字沒有特別好聽 就是感覺叫台灣雕 比較高級感 對 是高級感的同時 我們的台灣雕現在賣到全世界很多地方 對 然後所以評價非常高 這邊聽說今天好像要出很多很多 所以我們要去幫忙 幫忙沒有 我們看就好 好 太好了 我們幫不到什麼忙 尤其你不要騙我們 你待會上去就做去 因為他很深 對不對 走 他現在開始陸續把魚趕過來了 待會兒股買多少股 哪裡股 什麼 有什麼股 湯啊 湯啊 你這樣 這樣 你今天要出幾斤 今天要三萬多斤 三萬多斤 你三萬多斤 一湯一湯股怎麼股 可以啊 可以 可以嗎 一湯一湯股 這都一湯多久了 這差不多一湯 湯一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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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看到很大隻嗎 有 差不多一湯三湯 大概兩一斤 三湯 這樣差不多要一湯多久了 差不多一湯多久了 差不多一湯多 這樣有嗎 有 有 這麼大 有 有 湯 這麼大 有 那會有 這麼大 有 有 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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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到哪里挥下去 剛剛那條魚山就是一個粽子 然後被牠捶了一拳 現在要怎麼撐給你 可以把牠來冰嗎 對 剛剛要把牠抓 來 你活一名 真的 真的是活跳跳 可以上去 那裡面有魚嗎 有 有魚 有魚 上手 牠搶到鑑魚還有嗎 有 那這裡有上手 有上手 有上手 好聰明喔 鑑魚上去 我上手去鑑魚 就鑑魚了 就鑑魚了 就是鑑魚 鑑魚上去 我們這是鹽水還是淡水 淡水 淡水 那你收拾不太多 會吃鑑魚了 好不容易 有放進去 有放進去 哇 當然牠有鑑魚 鑑魚 鑑魚一鑑魚 很快 很快 那早上六點才近 對啊 等一下要去撐 那又撐 撐到那裡 那裡面撐掉嗎 來撐不到 沒有撐到 只有兩個 擦撐不到 32麵 現在那已經 2張了 撐得都要放 撐到 bertacco 這個要做什麼 有色紙 菜紙 那要爬多久 對啊 要爬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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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多久 爬多久 三次 你不是要養魚嗎 你三次之後才開始養魚 對 都做久了還要買新的飯 你有幾個養魚嗎 十五個 十五個嗎 我怪你 一般都有魚 有魚怎麼賣 沒有停 它一樓一樓一直上去 對啊 好多 沒想到這樣子 可以用那麼多了 而且都這麼大隻 對啊 一家都六千塊 超萬啊 百 有 應該有 對啊 那是你沒有甘肚 你才能撿去 賺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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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 超萬啊 這幾個五千耶 這樣 那這怎麼賣 為什麼不要 掉了 那是雞型 雞型的飯 雞型 怎麼雞型 不正常 怎麼不正常 對 回來看看 對 我待會兒煮可以用這個給我嗎 可以用嗎 煮啊 煮啊 對 那要拿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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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浪費 對 不要浪費 對啊 那要拿回來 那要拿回來 雞型是怎樣 那要雞型 那要拿回來 怎麼了 很久 很久 沒關係 也可以吃 好 這要拿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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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還有雞型 對啊 有啊 這樣不會提掉 這樣嗎 要拿回來 通常會不能用 對 可是對我們來說還是可以用 對不對 手刀帶來把它抓起來 好 那你有什麼湯給我 那要拿回來 不要抓起來 聽亮哥說 他們養殖台灣雕和鰻魚 已經有20多年了 還有得到不少台灣 和國際產銷履歷的認證 低密度的養殖方式 搭配益生菌的天然工房 所以你剛剛也看到了 亮哥的台灣雕是多麼的生猛 好啦 既然台灣雕都撈上岸了 加上一早採了的蘆筍花 亮哥這麼好的食材到時候 不然好好料理一下怎麼行 我們今天要吃怎麼樣的 燉飯 燉飯 我們來做一個台灣雕燉燉飯 那我們把 加蘆筍花嗎 對 蘆筍花 兩個混在一起 對 那因為我用蒜泥 不 蒜末 做成蒜味橄欖油 對 然後這個很多人會怕說會焦 其實你只要稍微有一點疑慮的話 你就把它離脫 你現在炒得好一半有沒有 你就離脫 讓它拌這樣就好 讓它用了餘溫 現在把魚放進去 這是我們剛剛釣到的那個 對 不是釣到 反正被丟到旁邊 被氣刺的那個 被我們領養了 對 然後領養現在 領養現在在這邊 這邊我剛剛已經清洗了 我把龍骨跟裡面的雞血 全部都拿掉了 所以它基本上 土味應該是全部都拿掉 那但是要以稍微的話 還要怎麼樣 還要 這個時候你要不要 它有點焦味出來 它又是另外一種去腥的方法 對 這個就努力的把它熬成白湯 然後再來再用這個湯來 去做蒸乾 所以待會兒那個飯 就每一粒都會吸到魚在湯裡 對 熬煮白湯需要有一點耐心 湯要好就是要花點時間 把剛剛煸出香氣的角料 精華都釋放在湯裡 記得最後再過篩 留下高湯就好 接下來取下釣魚排 魚皮朝下先記得半身熟 等等跟燉飯拌在一起時 熟度才會剛剛好 花菇炒出來的時候就很像 它今天有點像是西式 有點帶中式的麵飯 所以花菇的話 你一定要把水分擠乾 讓它炒香 然後這邊是魚油 哇 對 可以直接拿來當油 這個吃起來那個魚味會更濃 它就要慢慢一時一時的把湯揉進去 不能一次加完 對 它這個湯就會全部都收在裡面嗎 我會多放 我湯會多煮 因為總不希望說你煮到後來 然後拌還沒好 然後湯沒了這樣 所以我的湯都會多煮一點 對 反正這個湯如果說你在家裡面 你熬這個湯 沒有用完 你就在 因為這很濃 你就在西式裡 然後煮成魚湯 或是加豆腐啊 加什麼就很好吃 或是其他菜都可以加一點點 對 那我只放橄欖油 我也不放奶油 只放白酒 如果說 因為這比較偏 有點中西合併 如果真要放 你可以放一點點的清水 對 魚日修進來 然後把魚 做到飯裡面 這是小帶子是不是 這樣用飯的魚溫這樣魚熟 它就不會太老 因為今天魚夠新鮮 對 你冰嘴讓魚泡到熟 你看它現在陸續有熟 對不對 它有太透明的 像這個還沒 還沒透明就把它包進來 因為這溫度很高 對 魚就熟了 這一道菜極度奢侈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為什麼 一尾魚做這樣子 對啊 這麼大一尾 你看它多濃出來 好 當然 來 可以開吃 我們把它用成高湯 吃湯 然後進到煎燉飯 好厲害 我從來沒有這樣子 吃吃看 謝謝 不知道我們現在的魚 還可以煎這樣子 很多 真的… 不知道我們現在的台灣 還可以煎這樣子 它是燉飯 所以那魚腥會稍微有點育 對 巧克力比較有咬力 而且其實我自己吃那種 西式燉飯 我會覺得有點太綿 但是我覺得它的口味是清爽 它是混合台灣味的燉飯 所以你會一口接一口 沒有 你不會吃 對 可能會放汁 我沒有放汁 我就炒的時候讓那個 那個米的變米自己出來 讓它產生幾乎 黏黏的感覺 不然很容易會膩 如果我們的米 如果再稍微短一點的話 我們就要吃 會不完蛋 有些人喜歡吃 你如果 因為這個是燉飯 然後你也可以做一次吃一半 那就可以比較軟一點 是 或者是你可以再做軟一點 但是我要呈現的是 有點咬勁這樣子 是 米筋要有點比較像是 蒜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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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真的不一樣 現在那整個濃濃的銀味 都在裡面嗎 你家有銀是不是很好吃 好吃 好吃又有酥度 很好吃 會Q彈的 所以說不平常 為了就是什麼 人這麼忙 只為了兩個字 生活 生活是比較高級一點的 享受 那更高級 算錢 也不是算 可能這麼忙就為了吃飯 吃飯 本來就是 不管你有錢沒錢 對不對 你永遠就是 這麼忙就為了吃飯 那可以在有限的 這個食材裡面 去找出自己想要的味道 這是我們大部分的 而且當你吃現在那口飯 你就會覺得辛苦都值得了 對不對 台灣釣的鮮甜 搭配鹵筍花的清爽口感 讓每一口燉飯吃起來 都非常的舒服 來到產區就是那麼幸福 所以我愛吃鬼 就算是忙整天我也甘願 接下來